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河流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引发山洪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习近平强调 当前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循关键期 七大江河流域将全面进入储勋期 长江 淮河 太湖及松辽等流域存在洪涝灾害风险 国家防总 应急管理部 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回商研判 做好监测预警 精准指导重点地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 中小水库出现 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工作 全力抢险救灾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防军救灾主体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应急职守 靠前指挥 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差强安全放到第一位 努力将各类损失降到最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下午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 并且发表题为 劳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实现更大发展的讲话 习近平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要肩负起时代众人牢记初心使命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团结还是分裂 和平还是冲突 合作还是对抗 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我的回答是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追求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不可阻挡 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 事实证明 只要胸怀大局 担起责任使命 排除各种干扰 就能够维护好 实现好各成员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 倡导以对话消弥分歧 以合作超越竞争 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坚定支持彼此实现发展振兴 从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 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 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 维护地区和平 保障共同安全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 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助劳地区安全屏障 要提升本组织安全合作水平 严厉打击东突等三股势力 毒品走私 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拓展数据安全 生物安全 外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 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 推动阿富汗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第三 聚焦务实合作 加快经济复苏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制裁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反对搞筑墙涉垒 脱钩锻炼 努力把互利和做蛋糕做大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汇集各国人民 欢迎各方参加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 铺得更宽更远 中方建议扩大 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 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 第四 加强交流互建 促进民心相通 中方欢迎各方一道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未来三年 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 10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 和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名额 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 参加科研交流 第五 践行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最后在讲话中表示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我们愿意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在内的世界各国 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大道不孤 众行致远 上海合作组织 顺应当今时代潮流 契合人类进步方向 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不断发展壮大 俄罗斯总统普京 4号以视频方式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 这次是普京在上月 马干纳集团雇佣兵叛乱之后 首次出席多边国际会议 他感谢了上海组织成员国 在事件当中对俄罗斯所提供的支持 并表示俄罗斯会继续 反抗外部势力的敌意 制裁和挑衅 普京在致辞时表示 全球局势动荡 冲突爆发及经济危机等风险正在上升 他表示上河组织致力于建立 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秩序 莫斯科将继续加强 与上河组织的关系 上月发生的瓦格纳叛乱事件 最终在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的斡旋下得以平息 普京在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社会在面对叛乱时 表现出高度团结一致 并感谢上河组织成员国 支持俄罗斯捍卫宪法秩序 以及公民的生命和安全 普京还表示 外部势力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纵容对顿巴斯地区平民的侵犯 允许新纳粹意识形态 全面把乌克兰打造成一个反俄的国家 目的是遏制俄罗斯的发展 俄罗斯当下面对的是一场混合战争 但国家正在自信地抵制外部压力 制裁与挑衅 并继续稳步发展 俄罗斯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印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 在4号主持了上海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会议 会议是以线上的方式进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中亚国家元首 都参加了会议 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印度首次作为轮值主席所主持的 上海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总结了上海组织在过去一年的活动 确定进一步发展组织内多方面互利合作的方向 并就国际和地区迫切问题进行了讨论 伊朗和白俄罗斯加入上海组织的议题 也是会议的亮点 India has played host to both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as well a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Chin Kang and at a time whe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as taking place and the India-China border issue was also in the news India was able to highlight other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rade connectivit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security from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threats especially of Indian citizens such as terrorism, drug, arms trafficking and so on and in these ways, India's presidency, in my view has maintained the very essential balance that was required i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印度作为上河组织论治主席国 共主办了134次会议 其中部长级会议为14次 分析家称,在5月份时 因为俄务冲突的考虑 以及几个成员国未确认参与 印度外交部决定将原定于离线模式举行的峰会 改为在线模式 凤凰卫视记者 商经军 印度新德里报道 伊朗总统来西 以视频方式也出席了 上海组织成员国 原首理事会议第23次会议 并且发表了讲话 来西表示 伊朗具有重要影响力 加入上海组织 将会有助于增加上海组织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 推动地区 安全 经营 经营 运收 能源 環境等领域的合作 莱吉还呼吁商核组织框架内推动去美元化的进程 引入基于现代技术的金融支付工具 以促进成员和商业伙伴之间的金融交流 凤凰卫视约志哈姆森的海南报道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在3号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这是他上任之后首次接受华语媒体的采访 而此时正值伊朗和沙特两国恢复邦交 美伊也进行了渐渐的会谈 伊朗的外交举动引发各方关注 阿卜杜拉西洋表示 伊朗最近在阿卜扎比等地与伊法德三国举行了会谈 推动和谈达成结果 他说伊朗愿意进行谈判来取消制裁 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抵制制裁的影响 伊朗外国与伊朗外国与伊朗 今晚,我们是中国人的会访问 是中国人的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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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会访问问 这些会访问是中国人的会访问 在阿布瑞, 英国人的会访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年的上和组织新德里峰会除了接纳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以外 目前的观察员国白俄罗斯还在峰会上签署了加入上和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上和组织秘书长张明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白俄罗斯或将在明年峰会之前完成所有加入程序 按照正常的进程 明年的峰会之前 期待能够完成所有的进程 伊朗在05年就是观察员国 为什么到现在才加入 这因素很多了 这个经过18年的长征最后达到了目的地 这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在达到了目的地之后并不是一个终结 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期待着伊朗为上和组织宽佳内的合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凤凰卫视 尼小文后有韵 北京报道 好 来关注更多消息 欧盟发言人在4号出国书面声明表示 中国已经取消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原本下周的访华行程 发言人表示很遗憾 接获了中方知会 指伯雷利原定下周的行程已经不可能实现 需要寻找替代方案 欧盟驻华大使日前表示 伯雷利将会于10号访问北京 将会同中方冠军会面 并讨论人权及乌克兰战士等议题 这次是伯雷利今年访华行程第二度被取消 他原定今年4月份访华 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取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牟宁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到了伯雷利访华一事实 表示他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再来关注到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在5号表示 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海问题 2021年2022年先后组织开展了中国管辖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监测 摸清了目前相关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的本体情况 而针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之后海洋辐射环境监测 生态环境部已经做出了部署 如果发现异常 将会及时预警 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 另外在当地时间的7月4号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上指出 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以经济成本为由选择向海洋排放 等同于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 将会引发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重大问题 造成更大范围的流离失所问题 也希望国际社会能高度关注 中国代表强调日方做法违背了国际道义责任 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伦敦清费公约等国际法义务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进行处置 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 尽快建立一套包括日本邻国等利益攸关方 参与的长期国际监测机制 韩国政府在5号就国际原子能机构 发布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综合评估报告 做出了回应 表示尊重其调查结果 韩国国务调整室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核能安全领域的权威机构 韩方尊重其机构发布的内容 官员还说 韩国将会在公布自己的审查结果时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做出评估 另外韩国总统是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 将会继续关注双方所提出的处置和监测计划 是否得到切实落实 与此同时 韩方将加幅大幅加强对海洋与水产品安全的管辖 有关于日本政府将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问题 本台记者前往到了福岛进行采访 在核电站旁的一个小渔港 当地渔民称 至今还没有走出核灾所带来的噩梦 那排放核污染水之后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请户渔港是距离福岛核电站最近的渔港 72岁的渔民高野武 现在每个月只能出海10天 因为核事故以后 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日本政府只允许渔民试验性捕鱼 浪江丁部分地区仍有高辐射 不适合居住 当地大多数渔民都已移居到别处 目前只有七八名渔民还住在浪江丁 高野说核事故后 福岛的渔民担心自己捕的鱼是否有辐射 是不是真的能够食用 日本政府突然决定要把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渔民们既震惊又愤怒 高野在当地议会质疑这么做 会危害人体健康造成海洋污染 渔民们的希望很简单 希望捕鱼恢复正常 但废水排海又让他们有了新的忧虑 那就是捕捕回来的鱼真的还有人愿意买吗 12年前的海啸淹没了几乎整个寝户港 高野的家也被海啸冲走 只剩下瓦砾 但即便经历了这些 已连续第四代当渔民的高野 眼看着祖先几辈子赖以为生的渔业 就要无以为继 他说现在完全看不到未来 在福岛我们和福岛的这些渔民交谈 就忍不住地去想象 要是没有和事故的话 他们每天是怎样平静的生活 是怎样正常的捕鱼 但是福岛和事故 真的是改变了这一切 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福岛威士林淼 大佐大姐讲完毕 来自日本福岛的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来看看目前的最新进展 俄控顿内茨克官员表示 乌军炮击马克耶夫卡 造成的受伤人员已经生至36人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比尔哥罗德州州长就表示 靠近乌克兰的城市 舍别基诺 安全形势好转 最高峰时每天遭到乌方 超过850次炮击 而过去的一周只遭到两次炮击 受损轻微 另外乌克兰指俄导弹空袭 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场军人葬礼 造成包括12名儿童在内 至少43人受伤 乌克兰就指4号一天之内 俄罗斯对苏梅州发动了36轮炮击 造成268次爆炸 多栋房屋被毁 而乌克兰文化部表示 去年的2月俄乌开战以来 乌克兰总共有1582处文化设施 包括598座图书馆 遭到损毁 另一方面 乌克兰军方在4号通报 乌军当天对乌东马克耶夫卡 把动攻击 殲灭了当地一支俄军部队 俄方则称 遭到乌军打击的是 当地居民区和一家医院 总共造成了30多人死伤 此外 俄乌双方继续指责对方 计划袭击扎布罗热核电站 乌克兰军方4号晚通报 乌军当天对乌东马克耶夫卡 实施精确打击 见面当地一支俄军部队 马克耶夫卡所属 敦涅茨克地区清俄当局则称 遭到乌军袭击的是 当地的居民区和一所医院 袭击共造成一人死亡 至少36人受伤 另据乌方通报 乌南部赫尔松市 和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居民区 4号分别遭到俄军导弹袭击 其中针对赫尔松市的袭击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而针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 导致至少38人受伤 其中包括12名儿童 州长西涅谷伯夫表示 事发时当地约有100人 正在出席一场阵亡乌军的葬礼 此外 俄乌双方继续指责对方 计划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俄原子能电力公司总经理 卡尔恰阿4号表示 乌军计划于5号晚上 使用高精度武器和神风无人机 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并向核电站投放 4号反应队的顶部安放了爆炸装置 并可能于近期引爆 乌方称 俄方此举 虽然不会破坏反应队 但会制造乌军炮击核电站的假象 乌总统泽连斯基 也在4号晚间的视频讲话中称 俄方是这一核电站 唯一的危险来源 另有德国媒体日前披露 德国和波兰未能就在波兰境内 建立暴使坦克修理中心一事 达成共识 导致这一原定于5月底完工的项目 至今仍未动工 根据双方此前约定 这一中心将负责为乌军维修巴尔坦克 维修费用全部由德方承担 而有消息人士透露 德方认为波兰方面 所定的维修费用过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军在4号调动了第9和第10集团军 继续增兵扎波罗热方向 俄罗斯的军事人家判断说 乌军第二波的攻势 很可能将会从奥列霍夫 和弗列梅夫斯基地区开始 乌军也试图在第一波反击的框架之内 巩固已经突破的俄军第一道防线 另外亚素高地沃尔瓦哈方向 也将可能作为乌军切断俄军 南北两线的第二波攻击重点 7月4号 在敦巴斯北线的索莱达尔方向 巴赫木特地区的局势依然相当停战 在敦巴斯的南线 在克里斯切耶夫卡地区 以及库九莫夫卡的交界处 乌军正试图控制战略性的高地 可以从这个方向彻底射击 巴赫木特市俄军的前沿阵地 在敦巴斯中线敦尼茨克方向的 阿富迪伊夫卡地区 俄军用反坦克导弹 精确地打击了乌方渗透的侦察分队 并阻止了突入俄军的后方的起步 当天的晚些时候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个导弹和火炮的 武器仓库在这个地区 遭到了俄军火炮的击冲 在敦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方向 乌克兰部队突破了俄罗斯武装部队 第1430团的防御之后 俄军重新集结并发起了反击 夺回了失地 在赫尔松防下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清除 安东诺夫斯基桥附近地区的 乌军的登陆部队 为了守住桥头堡的支撑点 乌军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远程布雷 并从丁尼泊河的右岸向左岸进行炮火的支援 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正面临着武器短缺的问题 俄罗斯继续保持着空中的优势 根据西方媒体的估计 在炮弹的数量上 俄军也处于多出数倍的地位 此外 乌克兰在战场上广泛使用无人机的有效性 也正在逐步下降 因为俄军目前已经很好的改进了电子战的干扰系统 凤凰卫视卢宇光 顿河畔 罗斯托夫的报道 曾经在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担任 俄罗斯高级研究中心主任的乌克兰学者布尔科维奇 在基辅接受了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陈吟的专访 他表示目前乌军的状态良好 暂时看不到和平的可能 他又分析了当前乌军大反攻几个主要的目标 并且列举了瓦格纳进驻白俄罗斯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布尔科维奇是一位从事国际政治和俄罗斯研究的乌克兰学者 曾担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多年 他认为就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 还看不到和平的可能 我们看到后16月的战亚 军的军则是得到最高的手在战争 他们得到了西洋裾服务 的补用战争 的补用战争 和西洋装 现在我们的军则是更适合比较于俄罗斯 人民的执轮力变得同样 人民的执软力 执软力的执软力 变得很高 人民的执轮力变得更加烈等到俄罗斯 布尔科维奇表示 乌克兰在等待接收西方援助的F-16战斗机 这将打击俄罗斯的地面战斗能力 他表示在今年秋天结束前 乌克兰想实现破坏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之间路桥的目标 凤凰卫视陈寅发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世面平静 但是走在街头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 都可能因为战争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陈寅在基辅街头 偶遇了一位在部队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 这位医生表示战争改变了一切 走在基辅街头 看上去好像人们都在正常生活 表面上甚至难以察觉战争的存在 但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因为这场乌克兰战争 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在基辅市中心 我们偶遇了一位25岁的外科医生 这个战争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 直到现在 好像一年半年了 凤凰卫视陈寅发自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报道 再把事件转向美国 根据美联社消息人士称 两名美国执法官员在4号表示 此前特勤局在白宫所发现的可疑粉末 经过初步检测显示是可卡因 那事发时拜登并没有在白宫 官员表示特勤局工作人员 在周日对白宫进行例行巡查时 在旅游团可进入的区域内 发现了白色粉末 并非是在西域特定的办公室 美国当局派遣消防和急救人员 对粉末进行了快速测试 初步鉴定是可卡因 称物品不构成威胁 当晚的9点左右 大楼内的人员被紧急疏散 而据美国媒体报道 此前承认可卡因成瘾的 拜登儿子亨特 曾经在周五现身白宫 随后与父亲一同前往戴维营度假 特勤局在声明中表示 粉末已经被送往有关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同时将会对其进入白宫的原因和方式展开调查 财经方面消息 内地服务业扩张的速度放慢 影响了市场的人气 亚太局股市全线下滑 像日本股市就升到了30年高位之后 连续两天回路 午后跌幅已经是收窄至大约0.2% 台湾和韩国股市都是下跌大约0.3% 内地互生两市同样是双双走弱 我们具体来看 互指在中午报3328点下跌了16点 跌幅是0.51% 半日成交2124亿元人民币 山城指在中午报11071点下跌59点 跌幅是0.53% 半日成交3184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60点随后跌幅加深 恒指在中午报19147点下跌268点 跌幅是1.38% 半日成交427亿港元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3号决定 自8月1号起对半导体原材料 加和褶的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指出 这次行动还只是开始 中国的反制工具还有很多 而两种产品的主要进口国 荷兰和德国都表达了对中方举措的忧虑 另外日本和欧盟4号就加强半导体领域合作 签署了备忘录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指 中国对加和者的出口限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 不仅能打得某些国家慌 还会打得某些国家疼 魏建国指这次行动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 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 如果对华高技术限制继续升级 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 中国国际矿业协会主席阿克尔也表示 中国实施加者出口限制 击中了美国对华贸易限制的要害 他还认为 希望别国在中短期内 取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是一种幻想 凤凰日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6月29号批准 向台湾地区出售弹药和后勤支援 总价值达到4.4亿美元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5号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以惊吓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不顾中方的核心关切利益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蓄意推升台海紧张局势 无异于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军事勾连 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24台湾大选 声势目前处于落后状态的国民党参选人侯友谊 近日积极打起了两岸牌 期盼着能够巩固蓝军的基本盘 让支持者归队 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的选民中只有将近六成支持侯友谊 侯正宁想要逆转低迷选情 当务之急就是要先巩固蓝军基本盘 因此侯友谊近期频频强化两岸议题 期盼消除蓝军疑律 让支持者回归 然而侯友谊提到 若当选要将义务议免的议期 恢复为四个月 引发议论 侯友谊紧急灭火 我特别强调 现阶段我没有反对兵役延长一年 在我当选 一定展开对话交流 建立父亲 在确定两岸稳定之后 以及台癌稳定 才有可能恢复四个月 凤凰威视彭世亭 吴寿山台北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 内地目前的降雨情况 内地本轮降雨过程 进入到集中期 多地的雨势强劲 重庆这两天 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震雨或者雷雨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地区 不仅造成了大面积的洪水 也引发了多地的积水 塌方和道路交通受阻 另外四川和陕西 也因为强降雨暴雨 引发了积水山洪等灾害 中央气象台 在今天六点继续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 重庆岐江2023年第一号洪水 已经形成 岐江发生超紧洪水 岐江流经的城区 从3号晚上开始 陆续拉上警戒线 重庆市水利局 已将水汗灾害防御 四级应急响应 升级为三级 暴雨导致重庆多地出现塌方 部分地区出现山体滑坡 还有多个村庄民房进水 各地调配工作人员 前往各处塌方现场开展墙险 政府部门将受灾民众转移 目前大部分地区积水已减退 群众基本已返回家中 7月4号凌晨2点多中 受到强降雨影响 重庆云阳县国道G347 一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 至公路完全中断 预计晚间可以恢复通行 此外受强降雨影响 4号早上省道S202开云路 移出路段突发山体塌方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抢修 已经恢复了单边通过 预计7月6号恢复正常通行 针对重庆严重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 基本生活救助等救灾工作 四川甘孜海螺沟区域 三号突降暴雨 导致山洪泥石流突发 当地政府转移群众268人 经抢修 目前道路已恢复正常 7月1号的晚上开始 陕西汉中市镇巴县境内 普降暴雨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其中余度镇48小时内的降雨量 接近300毫米 随着天气的转情 目前水位已经明显回落 临街的店铺已经开始恢复营业 正常的生活开始逐步恢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向8名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 并窜至海外的人士发出了通缉 并且针对每名人士 悬赏100万港元 香港资深大律师汉家华表示 虽然警方暂时还没有能够拘捕他们 但是有行动的必要性 香港前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慧珠的认为 这次行动是向大家表明 犯了国安法的人士 及时身处境外 依然有机会被绳之于法 好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也要连线 本台在香港立法会现场的 记者王雨婷 他今天邀请到了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保安局前局长李洞国先生 来聊一聊他的见解 雨婷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二位 好的 主播 我们知道这一次是香港警方 首次公开悬赏100万港元 来通缉这八名 潜逃在海外的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 那么今天我们在立法会的现场 就邀请到了香港立法会议员 同时也是前保安局局长李洞国先生 跟我们分享更多 这个香港警方如何执法的细节 李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 最关心的就是 香港国安法具体在海外 是否有法律效力 同时这是不是等于 香港的警方在海外有执法权呢 还是说这些人必须要回到香港本地之后 才能够拘捕他们 香港的警察的执法团 就是在香港的境内 香港警方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没有执法传的 但是国安法的相关的规定就是说 假如一个人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他做了一些事情违反了港区国安法的话 他这个行为在香港是可以依照法律 拘捕刑事的责任的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想了解更多香港的警方要具体怎么样去抓捕他们 同时大家也是很关心这个悬赏每个人是有一百万港元的 那么如果市民有相关的消息的话 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到警方呢 香港警方有这个组部的渠道 包括你们可以用电话举报 也可以用微信举报 甚至连写信给警察也可以 警察收到这些材料以后 他们会进行调查 假如他们掌握进一步的材料 当这个人来到香港 经过香港 香港警方给他们递出的时间 可以把他们提供到法庭去 在庭审当中 这些警局拿出来 要帮助对他的定罪的话 把主播的人就可以拿到相机 好的 非常感谢李栋国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析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好 谢谢雨婷和李栋国先生 换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法国的骚乱局势 目前逐渐的平息 在南部港口城市马赛 民众的生活基本回复了正常 不过有人对于这次骚乱的产生 尤其是年轻人暴力打砸抢的行为 仍然是感到意外和不理解 同时还认为 恢复平静只是暂时的 因为骚乱背后的根源问题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 是这次骚乱事件中的重灾区 在政府加强了对当地的安保力量后 局势逐步得到平息 在市中心的步行街和老港地区 生活恢复正常 民众认为 局面虽然暂时恢复平静 但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根本的解决 之后一定还会在某个时间 又有新的骚乱发生 法国这次骚乱事件目前在逐渐平息 而事件背后却再次凸显了长期以来 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实际上也是种族和阶层冲突逐渐积累的又一次大爆发 复航卫视尽量将心 法国马赛报道 法国的骚乱形势连日趋于缓和 本来记者也再次走访了巴黎最大的华人聚集区 当地民众生活和工作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但是对于安全形势依然是感到担忧 法国的暴乱目前已经有平息的趋势 在骚乱中遭到破坏的店铺 大多已经修复并重新营业 当地民众开始逐渐恢复日常生活 而在骚乱严重的几晚 被焚毁的一些垃圾桶 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仍然有待清理或者修复 也提醒了这里的民众 潜在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 就很多年了 几十年了 身家就不太安全了 以前就还可以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这里有一堆 还有那边几家商行啊 餐馆啊什么 晚上我们就不敢出门了 白天还好 都是这样 舆论指出这场全法范围内的骚乱 是法国18年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冲突 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自2018年黄马甲运动以来 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其背后是法国社会长期难解的顾及 为法国社会的国际形象 带来负面影响 也给马克龙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带来更多阻力 未来一段时间 骚乱会否平息 尚待观察 方位是李文威 莫野 法国巴黎报道 韩国军方完成对朝鲜航天运载器和卫星残骸的打捞工作 经分析之后认为 这些残骸毫无军事效用 此次打捞总共耗时36天 韩军表示 已经把朝鲜此前发射失败的航天运载器和卫星的部分残骸成功打捞出水 包括了摄像头镜头等物体 之后 韩美两国专家共同对其进行了精密分析 研判朝方的侦查卫星毫无军事效用 军方并未就上述的研判说明具体的依据 也没有公开卫星和运载器残骸 朝鲜是在今年的5月31号 发射携带万里境1号侦查卫星的千里马一型航天运载器 但是运载器在一级分离之后 二级舰体点火失败坠海 韩军随后在落点附近的海域 发现疑似运载器残骸的物体 并且于6月15号将运载器二级舰体打捞出水 美国国庆期间全美各地再度枪声四起 造成至少十人死亡 德州枪击案发生在沃斯堡的一处社区 当时举行的独立日燃放烟花的节目 刚完结数小时 有数百人在庆祝节日 随后便发生枪响 群众在恐慌中四处逃散 案发后当地警方也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有民众表示 案发时听到大约100声枪响 德州当局也表示 11名受害者中有一人未成年 枪击事件的原因以及有多少人开枪尚不清楚 此外 马里兰州的一场百人派对上发生枪击案 造成二死二十八伤 费城也遭遇枪手无差别开火 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两人受伤 伤者最小年龄仅有两岁 费城官员4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谴责枪支暴力事件 市长肯尼敦促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构 制定合理的法律遏制枪支暴力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高地公园 也有民众和官员举行游行集会 悼念国庆日前夕 枪击案中丧生的人 并要求终止枪支暴力 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呼吁 必须加强枪支管控 他在美国全国教育协会 向教育工作者发表讲话时表示 为了保护美国孩子和教育工作者 需要通过法律实施控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大成凤凰五件专列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